战争爆发前,很多难民其实过着安逸的生活 在他们原来的国家,他们有工作,有车子,有房子 如果不是生命受到威胁,不会有人愿意冒险 千里跋涉到一个陌生的国度,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 两年前,由于阿富汗局势动荡,萨雷带着家人仓促逃离 一路流亡至印度,巴基斯坦,最终抵达马来西亚 在阿富汗,他是编剧和戏剧导演 在马来西亚,他唯一的身份是难民 没有人在乎他的资历和能力 很长一段时间,萨雷一直一直消沉 直到几个月前,萨雷决定创立阿富汗那名剧团 尝试找回生活重心 我真的很意外 我沒有想到在一個這樣子一般的活動中心裡,會看到一群完完全全原本沒有舞台經驗的人在進行正規的舞台劇彩排,我覺得這點沙蕾真的了不起。 我相信這些難民一般是要在自己生活當中不會有被看到、被聽到的機會,可是我覺得人都有這個需要,所以他都會有這個需要。 他通過這個方式把大家聚集起來,可以說是給了大家一個風劇,一個舞台,讓每個人可以一起來說出一段屬於他們自己的故事。 劇團取名Parestool,在波斯宇宙,那是一種不斷在輕移的燕子,沙蕾覺得這是最能代表他們的象徵。 那名劇團讓沙蕾慢慢重拾自信,但回到現實,他的積蓄已快用完,他必須把每月的伙食費嚴格控制在200馬幣,也就是不到70元行幣。 290元。 還有5個月後,他的仕道要全部拿去。 1、2,5分公斷那。 3、5、6分公斷。 所以在那边要一边比手画脚 然后一边也需要对方对他有点耐心 才可以知道他要买的到底是什么 但是我想说如果每天日常生活都面对这样子的状态 还真的蛮辛苦的 在马来西亚 难民唯一的合法证件 是联合国难民署颁发的难民证 除此 难民在这里的人身安全 就业 乃至医疗 救育 都没有太多的保障 我跟萨利走在路上的时候 其实我有种感觉 是他特别小心翼翼 好像心里太踏实 可能他总是觉得这里是别人的地方 他必须活得很低调 才可以确保他不会惊动任何人 萨利邀请我到他的家做客 同时见见他的妻子 以及三个孩子 我进到了萨利的家 第一眼呢就觉得空间方面还蛮宽敞的 但是东西不多 他说那边很多小朋友的龙毛玩具都是人家捐的 那其他不说我也看到 我相信很多东西 可能也都是人家捐的 或是二手的 书架啦 沙发啦 我看到他跟他的太太 和他的小孩 睡的都是很基本的床落 而且都摆在地上 是没有床架的 整个环境就是很基本 供大家一天的一时住行也就不理了 你记得你怎么在库拉伯邦里的第一天呢? 我第一天在库拉伯邦里的第一天 我们从库拉伯邦里的第一天 在库拉伯邦里的第一天 风雨很暖 孩子很冷 很冷 他们需要睡眠 在库拉伯邦里的第一天 他们睡了 你知你当你在库拉伯邦里的第一天 你知你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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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里的大女儿 今年才九岁 可是她说 她可以大概记得一些些在家乡的事情 我记得我的学校 和我的朋友 和我的奶奶 和我的奶奶 你知你知你奶奶和奶奶? 当然 我记得 我像小朋友呢 对他回来讲 可能也没有所谓的 舍不舍得 他只会记得 然后可能对亲人 会想念 我相信大人 在这个离家出走的过程当中 会想尽办法的保护孩子 可是这个过程 对孩子心灵来说 我相信一定会留下 不可无灭的痕迹 纵然生活拮据 沙里却还是热情地邀我 共进午餐 沙里的太太 处以精湛 今天特别烹煮了 斗地的阿富汗菜肴 你还想要分享 辛惹 好热喔 这什么事 名字是Bolo Nika 我们做了这个 北忠 咸鲍 小豆 我們不知道阿富汗人在這裡幫助我 這是一個很糟糕的情況 它是很困難的 他們想食物 但是我們給了水 我告訴你 我不是害怕 我會害怕 這樣的話 聽在爸爸媽媽的眼裡 該有多心痛 媽媽 怎麼會讓你覺得 當你的孩子要去咖哭 我其實不是很想知道 我會不會讓你去世 我會感受到很久 我會感受到很多地方 我會感受到很久 我會感受到我 我會感受到 但是你會感受到這條路嗎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因为如果我没有来到曼西亚,我会去哪里。 两年来,从语言、食物到天气,沙雷还在努力适应。 想家的时候,沙雷只能看着手机里那些在阿富汗拍摄的照片。 更叫沙雷感慨的是,年幼的孩子正渐渐遗忘自己的家乡。 我父亲和我母亲都很像,对吗? 对,我父亲和我母亲。 你比较像你的父亲。 对,对。 刘光生涯剥夺了沙雷原本美满的生活,也拆散了她和志青。 和她一起逃亡的父母,由于年事已高,在半途就被迫投靠沙雷在巴基斯坦的叔叔,无法随她前来。 这两年来,她和父母没有再见上一面。 你对他们担心吗? 是的,是的。 我相信沙雷对他的父母现在是充满着愧疚。 他跟我说,爸爸妈妈身体不好,但是他身为儿子,人在这里,他却什么都做不了。 盘缠用紧,没有身份,至今离散。 读主的时候,他常常自问,到底自己做错了什么? 为什么他要承受这一切? 没有人告诉他答案。 优优独播剧场—— 我自己因為工作的關係也常常離家 但是不管我人到了哪裡我都知道 如果我想跟爸爸媽媽說話 我打個電話就好 我真的想家了 我買張機票回去也就行了 我沒有辦法體會 也沒有辦法想像的 是他們這種忍痛跟一切 到別了之後現在有家歸不得 有父母但是他根本沒有辦法 主動跟他們聯絡的這種心情 劇場是薩蕾另一個撐下去的理由 今年他的劇團第二次登上難民節的舞台 在這個小小的舞台上 難民用自己的劇本演自己的故事 表達自己的苦悶和逃亡 謝謝 謝謝 所以我就甘甘的舉手 然後就上去參與了一段 所以她說 我已經發現了 我已經在那一段時間 我已經感覺到 這個關於兒童新娘的故事 本身就是一個死局 小女孩不可能逃得掉的 導演就是利用這樣子的一個故事 讓現場所有的觀眾 直接感受到阿富汗女性 所面對的壓迫 這是一場很震撼的交流 有句話說 幸福的人都一樣 不幸的人卻各有故事 難民的離家經歷不同 國籍、語言、文化也各異 卻懷抱同樣的心願 就是得到第三國家收容 只是難民人數眾多 獲得安置他國的機會相當渺茫 很多人一等 就是一輩子 中文字幕眾多